再给他画上个鱼鳍 哎呀 雕塘 你喝水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 都影响月画画了 知道了 反正也喝完了 这画的什么呀 说一句话 哎 怎么啦 胖天 是啊 胖天 你咋见小怪的 哎呀 月月 你的画别弄 刁谈 你的吸管也别弄 我有大用处啊 嗯 吸管那有什么用处啊 还是我用过的 胖天 你快说 这有什么大用处啊 我要用你们丢弃的纸和吸管做鱼骨头 鱼骨头 这要怎么做 是啊 你们先把东西给我 我来教你们 好 我这儿还有点吸管呢 我这儿还有茶籽呢 带笔道 我用一下啊 好 忍费你啊 不行 先画鱼的头还有尾巴 行 先画个鱼模型 现在拿出剪刀把鱼的模型剪下来 哦 泡尿 剪刀我用一下啊 是啊 明天用完了眼儿我有用啊 行啊 现在拿出剪刀把吸管剪成长短部一的段 把这根粉色的也剪断了 把这根粉色的也剪断 现在拿出双面浆把吸管贴上去 哦 哦 鱼骨头终于做好了 你们看看 哇 胖妞儿 你这个颜色搭配的好好看啊 哎呀 不过我的也不错 你看 哇 月月 你学的真不错 鱼骨头 搭你的 好 我的也做好了 你看 鱼骨头 鱼骨头 是啊 而且啊 你还给它弄了那么多的鱼骨头 那当然了 也不看看是谁做的 行了行了 其实啊 咱们身边的每一样东西 都有它的用处的 不能随意丢弃哦 好 胖妞儿 我这还有一辈子 我想再做一个呢 行 我想做一个小花狗 我拿到吸管的啊 吸管做一个 好 捡一个圆子 小花狗 小花狗怎么做的呀 好 来呀